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红豆侠录节目也录了好几天了 这千里太行第一侠的美玉真不是浪得虚名 这里不愧是国家天然的森林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而且氧气非常的充足 听说这里还是攀岩者爱好的国际攀岩基地 没错 我觉得你的了解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经常在我们的赛道上闯关的选手 忽然觉得怎么好晕啊好晕啊 我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叫做罪啊 不光如此啊 每一关如果能够闯关成功 将会获得由陈亮为你送上的大礼 即便没有闯关成功 我也会为你送上 由虎关石破箱提供的原产地特产 玉米生一份营养又美味 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第一组 幸福嘉宾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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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子联啊 你就要一看 我跟你说 这不用我来介绍 我们节目的老观众都对他们非常熟了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冲关大卡谷节目的 忠实的粉丝 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每一季都来 来吧 鸡哥的一家和大家打个招呼 你们好 来宝贝 来做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鸡尿轩 今年七岁了 我的爱好是拉大迪琴读书和画画 宝贝今年又学了一项新的技能啊 拉大迪琴了 来吧鸡哥做个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鸡尾刚 我来自三溪敬城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大家好 我叫白露 我来自三溪敬城 我是护士 哎 你看 这一家人真的就太熟了 因为从第一季到第六季 基本每一季都来 而且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拿的奖品啊 加起来啊 那真的是不少 鸡哥说一说 咱们拿过哪些奖品通过大海谷的 拿过韩国五日游 泰国五日游 还有雷诺手表两块 电风扇 进水器 水器啊 想不想很多很多 说起来就满满的幸福 不就五日游了几次吗 听听我们这边的蓝队宝贝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孙天天 我今年六周岁了 大家好 我叫孙龙琪 今年三十七岁 我来自山西太原 但是听爸爸的口音不像是太原人 爸爸您 我老家是河北邯郸 我来咱们山西太原 已经有九年时间了 工作在这里 生活在这里 也算半个山西人了 后半辈子也还要扎根在山西 听见没 我们这里对我们山西 对我们冲冠大峡谷 是浓浓的眷恋啊 宝贝 这幅画是画的什么呀 很快乐的地球 这是蓝色的大海 这是辽阔的绿色的草地 小朋友和小动物 很爱护这个地球 哎呦 这幅画画的真棒 真棒 真是不错 这小姑娘这么优秀 您是平时有很多时间陪她吗 孩子上了五年幼儿园 21个月 当时我们就送过去了 其实想一想还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事情两方面的 好的方面就是说 孩子上的早 其实是相当于接受早教了 能不能跟爱人表白一下 这么多年相濡以后 陪着您在陌生城市打拼 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太有勇气了 也可以说在全国人民面前 真的要感谢一下我老婆 当时我一无所有 2012年我老婆就跟了我了 我们俩可以说是在太原 白手起家 两人一起奋斗 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去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俩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几年来呢 生活中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因为面临这样的实际情况 然后呢 生活中的困难可以说是一时的 每一个困难都通过我们两手子 同心同力给解决掉了 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 但是现在回过头一想 还是很亏欠我老婆的 物质上亏欠我老婆 真的是 我老婆这几年 跟一个女汉子似的 下班比我晚 抖得比我早 一个女孩子在工作上 在单位独当一面 下了班以后还要照顾孩子 所以老婆在这里 我要郑重地跟你说一句 这句也是你期待的 可是从平时没有跟你说过 老婆我爱你 相信每个家庭都会经历过 很多很多风风雨雨 坎坎坎坎坎坎 这点点滴滴啊 只要两个人相爱 一家人有足够的爱 那我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 开始冲锅了 冲锅之前 我们的宝贝们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才艺表演好不好 好的 宝贝 你这边带来什么才艺今天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宝贝 第一次女孩的亲戚们 大家跟我一起来 哎呀呀哎呀呀 喝得了个恰恰 哎呀呀哎呀呀 喝得了个恰 那套小滴滴滴的脸 借你借你点点 笔圈大道的眼 借你借你 无论是什么都往嘴里填 少爪都无意信念 才艺表演完了 接下来开始冲锅了 冲锅之前 口号鼓励一下 我们红队的口号是 冲锅大峡谷 我们又来了 我们蓝队的口号是 坚持浮现 勇往直前 冲锅 来吧 有请我们的宝贝们 答题曲准备 有请伯伯们 起点准备 第一关穿越峡谷 两队同时出发 不计入手次数 哪队率先通关 即可获得下一关 答题顺序选择权 冲锅大峡谷走嘞 重发了 你看我们老选择就是老选手 漂亮前进 漂亮推连 我们同队宝贝这是如履平地 蓝队也不错 速度也不慢 爸爸加油 你在我心动是最棒的 爸爸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蓝队宝贝也要加一下油 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回来 蓝队的回来 你看爸爸太过紧张了 灯车没有灯起来 这一下子 可有一个道具的差别了 小心 这你怎么回来 加油 漂亮 红队可以继续出发 我们赶紧的走 没错 来咯 来咯 我们此时只会看到了 红队的爸爸来到了彩虹滑道 加油了 但是在这一关 一定要终于控制速度 加油了 但是在这一关 一定要终于控制速度 你选择 你先到 你没有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从哪条赛道 好 目前你进入到的是我们 第一关卡 最后一个关口 红队的爸爸采用的方式是 坐着往前走 但是速度非常的快 太有经验了 太厉害了 加油 加油 离我一步之遥过来 快快快快 按下按钮 恭喜你第一关闯关成功 今天带宝贝来 有没有一种什么别样的体验 我看到这一击非常激动 就想带着孩子有点回忆 通过爸爸的胜利 宝贝也将获得我们第一关的礼物了 第一关将会由一堂克和朗坤上二口才 为您送出智能话筒一支 同时在我们第二关的时候 还可以获得打批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第二关 飞热红豆侠 第二关飞热红豆侠 宝贝每错一题 家长所在的道具倾斜一个角度 好 恭喜你猜对了 宝贝每答对一题 对方家长所在道具倾斜一个角度 直至一方入水 获胜者即可获得下一关 答题顺序选择权 恭喜红队宝贝 请问你是要先答题还是后答题呢 先答题 好 太行山大峡谷选一个字 峡 峡 世界上最古老的东西贸易通道是什么 A 丝绸之路 B 西域古道 请选择 A 恭喜你回答正确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第二关 第一个惩罚交 江湖在蓝队爸爸这里了 请做好准备 惩罚开始 我们的角度会逐渐倾斜 要把稳了 接下来还有机会 宝贝们答题继续 太行山大谷 请蓝队宝贝选择一个字 大 大 中国第一部神话集是什么 A 辽斋志义 B 山海惊 请选择 A 我们中国第一部神话集是什么 是山海惊 而蒲松林写的辽斋志义在清代才出现 所以 很遗憾 回答错误 宝贝 爸爸有话跟你说 只要我们勇敢 敢想 敢说 敢问 敢辩 只要我们是一个勇敢的孩子 我们 最后 总会成功的 回答错误必然要接受惩罚了 所以接下来 惩罚 开始 我们的角度会逐渐变换到九十度 直到我们的爸爸进入到水中的时候 哇 看到了爸爸在我们平板角度变化过程当中 一直在坚持着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坚持的力量 同样 在这里也要恭喜我们红队的爸爸和宝贝 恭喜你们 你们获得利用木桃子为您提供的价值五百元的大礼包一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终极挑战第三关 轻跳八千下 第三关 轻跳八千下 宝贝答错误题 家长直接落水 各位选手准备好落水了吗 恭喜红队宝贝继续获得了答题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那么请问你是选择先答题还是后答题呢 先答题吧 好 先答题 太行山谷四个字选一个 谷 为了提高长城的坚固性 谷时候人们在修长城的沙浆里掺了什么东西 A 糯米 B 红薯 A 正确 请蓝队宝贝在太行山三个字中选一个 山 山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喝牛奶呢 A 早晨起床之后 B 晚上睡觉前 A A 回答错误 哇 太遗憾了 好 刚才过程当中看到了红队的爸爸 跑过来跟你一起来握手 其实在今天的赛道上我觉得不仅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同时还收获了一份友谊 对不对 是 今天听节目介绍的时候 红队的爸爸是一个专业选手 我今天认栽了 业余的碰到专业的了 但是虽然失败了今天闯关 也收获了一份友谊 认识个专业的选手 以后自己会更加进步 我也是看到蓝队的爸爸 对于对女儿的教育方面 很多是让我借怯的 看到这一个时候 真的能相信自己有很多不足 所以我觉得向他学习 刚才说在现场比较遗憾对不对 现在天气比较热了 我想提一下这个清凉的泉水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现场成为了好朋友 当然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了 是不是 两位来竖起一个大拇指 来迎接我们的终极挑战吧 让我们倒数三秒 3 2 1 走 这是飞扬的 爸爸 落水了你没关系 还有很多季呢 宝贝太可爱了 没错 我们的冲冠大峡谷 将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成长 爸爸 你是想的 我相信你 那么在今天的现场 要来恭喜我们红队的家庭了 你们获得了我们终极挑战的胜利 所以将会获得 由求子徒儿童乐园为您提供的价值 1610元的游乐大礼包一份 恭喜你们 参加任何活动 不管是输还是赢 参与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事情是有两方面的 失败了会收获勇敢 成功了 我们也会收获喜悦 只要参与总会有收获的 孩子以后要多想多问 敢想敢问敢说敢争辩 然后做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从第一季到第六季 我们一家人一路走来 从孩子很不会走路 到孩子今天上台表演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爱人 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很接心 很感谢冲冠大峡谷这个栏目组 给我们留下满满的回忆 亲爱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冲冠大峡谷第六季 我们的录制地点仍然是在 美丽的山西长治湖关太行山大峡谷 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在微信搜索冲冠俱乐部 然后在后台留言我要报名 我要报名 来吧 我们的导演就会联系您 岂不可施 师父再来 仅此一次 招出机会 和我们一起清凉一下吧 欢迎 欢迎 我们这边是一家人 这一看就是热爱运动的阳光家庭 没错 来 接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来 做个自我介绍 我来自三西进城进美集团 我叫庞前进 现在从事管理工作 宝贝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庞凯文 今年七岁 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 打了几年了 两年了 一会儿再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行 有信心看来 来 妈妈做一下最后介绍 我叫武娟 来自三西进城进美集团工作 你看两口子在同样一个单位 很幸福 来 我们这边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吴文博 今年八岁了 我现在有两个小妹妹是双胞胎 我们有双胞胎妹妹 厉害了 来 请妈妈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来自三西太原 原来是一名职业的高级护士 工龄有十三年了 但是因为生了我的双胞胎妹妹 她的 儿子的双胞胎妹妹 对 你生了你的双胞胎妹妹 这个挺有难度的这个事 双胞胎女儿 所以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了 但是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为了宝贝公养 放弃了十三年的工作 特别热爱自己的职业 来吧 聊聊天吧 你家人是不是特别爱运动 是的 就格外喜欢打篮球是吗 特别喜欢 以篮球为生命 以篮球为生命 这和篮球有这么深的缘分吗 对 是的 因为从小的时候 就是靠篮球作为一个特长 然后进入大学 进入单位 进入专业队 然后现在又返回到 业余篮球比赛 曾经已经打到过专业队了 曾经我们在 山西圣奥俱乐部 效力过六年 取得过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2007年取得过 全国第八名的好成绩 真是可以啊 职业队达到全国第八 孟柯你不是也是我们山西广电那个什么队 对 我们是山西广电业余老年篮球 中老年篮球队的 我是赢水季管理员 我们那边非常好 你们那边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啊 战胜你门问题不大 我们这边你趁早别想 我们来上节目都带笔记本 我们是要做笔记的 有 说一说 请问这个笔记本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不是笔记 这个是妈妈平常让我给写的家规 没在这我就想问妈妈 您这是怎么对儿子管理这么严格 是不是只宠着妹妹了呀 我给她定这个规矩 一个原因是让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第二个原因 把这些好的习惯传承下去 因为她作为兄长 要把这些好习惯传递给妹妹 雕刻你的习惯 你才能受用终身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家风家训 要给妹妹做榜样 要孝敬父母照顾老人 没错 我们这边啊 蓝队妈妈说 她因为宝贝的爸爸没有来 她想对着我们这个镜头 跟爸爸说一段表白的话 那又请先把舞台交给你们 其实也不是什么表白的话 参加这个栏目就是 我爱人帮我们报名的 然后 老公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这身衣服 这是我们刚确定男女朋友的时候 买的一身情侣服 然后现在我发服了 穿的是你的号 儿子穿的是我的号 马上就迎来我们结婚 十周年的纪念日了 在这里参加这个栏目 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虽然你不能来在家里照顾 咱们的两个女儿 但是我知道你也很为我们加油 也为我们 能来这次感到很高兴 我在这里 谢谢你 我也很爱你 接下来开始正式冲关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宝贝们 答题去准备 有请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起点准备 第一关穿越峡谷 走嘞 出发了 这是红队爸爸和蓝队妈妈之间的竞争 沈丽 你看职业的 曾经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真的是能力非常强的 蓝队妈妈也不骂 到了 可以 急前进 但是虽然曾经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但是咱们的赛道和篮球场可不一样 讲究的规则 和讲究的技巧也不一样 到两单球登起来 蓝队妈妈稳住 没关系 我们也只要不掉水里就行 加油 加油 妈妈 加油 加油 妈妈 你看我们红队的小宝贝非常淡定 因为他爸爸速度很快 来 继续前进 红队妈妈 抓紧 脚下一滑 好险 抓紧 脚下一滑 好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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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我们看到了红队爸爸来到了彩虹滑道这边 在这一环节一定要注意的是减速 如果能很好的停下来的话 下一关非常容易 在这一环节一定要注意的是减速 如果能很好的停下来的话 下一关非常容易 小心 好灵活 迅速地坐了下来 我听到岸边一阵哗的声音 很是佩服 在这个赛道上面看似过得很轻松 实则是非常的困难 全部要靠手臂的力量来往前撑着走 所以这个赛道非常的耗费体力 从可以看到红队爸爸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而这边蓝队妈妈也在默默努力 好小心 差一点 快快快快 来到我这里 按下按钮 恭喜你第一关闯关成功 爸爸厉害 厉害 通过爸爸的坚持呢 我们的红队家庭获得了第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由一堂客和朗坤上二口才为您提供的智能话筒移居 同时在我们第二关的时候还可以获得答题顺序的优先选择权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第二关飞月红豆侠 第二关飞月红豆侠 宝贝每错一题家长所在的道具倾斜一个角度 好 恭喜你猜对了 宝贝每答对一题对方家长所在道具倾斜一个角度直至一方落水 获胜者即可获得下一关答题顺序选择权 恭喜红队宝贝 请问你是要先答题还是后答题呢 先 那好 太行山大峡谷选一个字 谷 谷 稀土是什么资源 A 金属资源 B 土地资源 请选择 B 土地资源 稀土呢其实是一种金属资源 很遗憾 回答错误 好 第一道题我们红队的宝贝回答错误了 能 出汗之后呢不能立刻洗澡 因为这个时候呢会对人的心脏造成影响 所以很遗憾 回答错误 蓝队宝贝回答错误 蓝队宝贝回答错误 所以蓝队的妈妈也要接受相同的惩罚了 下面惩罚开始 蓝队妈妈要服好了 我们的平板将会倾斜到45度角 下面最后一题非常的关键 红队宝贝 请在航山大侠四个字中选择一个 山 山 最早发明的麻醉剂叫做麻沸伞 它是哪个朝代发明的呢 A 汉朝 B 唐朝 请选择 A 就我听到爸爸远远地就在喊 太难了吧 没关系啊 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发明了麻沸伞 所以她虽然不知道是唐朝还是汉朝 但是选择A 当然是回答正确 好 更希望同队的宝贝 幸运的女神降临在了你那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蓝队的妈妈 就要继续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山泉的清凉了 惩罚开始 组算随着蓝队妈妈的路选第二关 获胜的家庭就是 这是红队家庭 恭喜你们 你们将获得500元的大礼包 由木桃子为您提供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 我们的终极挑战第三关 心跳八拳侠 第三关 心跳八拳侠 宝贝答错一题 家长直接落水 各位选手准备好落水了吗 恭喜红队宝贝 请问你是要先答题还是后答题 先答题 好 好 杭大侠三个字中选一个 大 大 天下九赛燕门为首的燕门关 是哪个省的著名建筑 A 内蒙古 B 山西 请选择 B 请选择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请蓝队宝贝在 杭和霞之中选择一个字 杭 杭 早晨饮水 有意健康吗 A 无意 B 有意 请选择 B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宝贝 宝贝真的很厉害 最后一题 霞 飞机在空中飞行留下的长长尾巴 是什么结果 A 水汽凝结 B 分割云层 请选择 B 其实我们在天空中看到飞机拖下长长的尾巴 是水汽凝结的结果 因此很遗憾 回答错误 爸爸一直在无脸 哎 回答错误了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常识了 我觉得这个愿爸爸不愿宝贝 是 原来最早的一年吧 365天 我曾经在工作单位坚守了311天 所以陪孩子的时间 几乎拿双手都可以算出来的 现在好多了 我们调回到李家稍微近点的工作了 我会用我的全部时间来陪伴孩子 陪伴我的家庭 凯凯你是最棒的 我会更加爱你们的 爸爸怎么下次还可以再来 我觉得一点一点来吧 那么接下来 请做好准备 让我们倒数3秒 3 2 1 准备 放心 你 我会勇敢地去追 追一切我们未完成 爸爸加油 放心去飞 在这里同样要来恭喜的 就是我身旁蓝队的家庭 要恭喜你们了 成功地获得了我们终极挑战的胜利 您将会获得由九子图儿童乐园为您提供的价值 1610元的游乐大礼包一份送给你们 通过这个活动呢 我也体会到很多不容易 开始的时候 孩子非常紧张 但是发现 孩子在从上台 到打起 到展示的时候 表现得出乎我的意料 孩子还是很有潜能 也很棒的 所以说我还是很欣慰的 我也希望我的儿子通过这样的比赛 要勇往直前 勇于攀登高峰 不怕犯错 也希望将来的生活道路上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要和妹妹一起来探讨 一起攻克难关 一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山西广播电视台 山西湖关太行山大峡谷主持 联合制作冲关大峡谷第六季 全将一起来冲关 拥抱青山绿水 去向亲情时光 给你一个难忘的夏天 节目播出时间 山西问世每天中午12点55分 山西生活频道每天晚上8点 我们明天继续在风景优美的 太行山大峡谷等你哦